副長,我只要一句話問你就好 現在全台灣的橋樑那麼多 過去都安檢過了,現在有問題 我們有需要再重新做嗎? 這個微橋的建立,或是將來的這個 有沒有一個作業程序說碰到這樣的情形 其實過去已經有水淹多少了,就要封橋 可是事實上過去好像沒有落實 我想幫我委員,我想這個 事實上有在落實 只是說這一次的雨,確實非常的異常 那將來呢? 我想我們現在就在檢討這些SOP 檢討這些SOP,會把標準提高 是,部長請回座 那接下來請農委會王副總 副主委,委員好,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漂流木啊,有一說,說到明年才能處理完 是這樣子嗎?清理啦 除非是非常特殊的少數的狀況 應該... 跟農委會相關的啦 我們倒是沒有這樣子規劃喔 有拖到明年嗎? 沒有齁 另外一個問題齁,我簡短請要 請教一下,農村社區的設施的修復的問題 過去現在我們也知道 農委會在推農村栽生 是 您考不考慮把這兩個部分 做某種程度的結合 就是說它正好 它不是正好啦 就是不幸碰到這樣的一個災情 然後如果這些地區 然後它還適合 經過評估還適合繼續居住 然後它又不需要簽村 它藉這個機會來做一個農村栽生 顯然會這樣子 因為就資源的投入以及整個的 將險復救這個部分會先 然後因為這樣子的情勢變化了之後 當然要重新考量 那農村栽生呢,它是一個培圓固本的長期的工作 當然會照這個情勢呢,會加以調整 所以說你們的政策的宣示 人政策的方向會從這部分先做就對了 會不會有災區或是說這個受災損的社區 來優先從事這個 災損那個是一定要先做的 那個是特別條例裡頭要先處理的 但是 那農村栽生那個部分也不要清楚 因為它有農村栽生有專門的條文 有專門的預算嘛 如果這個條文通過這個預算通過了 你們會優先選擇這樣子的地方做標的嗎 我的意思是說 受到災損的這些農村社區做一個重建的標的嗎 再生的標的 會 應該是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其實希望說 將來在這個農村再生條例的條文裡面 考慮 不管是委員提案 或是你們在做怎麼樣的 就把這個災區的這個部分 也這個文字把它放進去 對 有法源會比較好 速度的再把它結合 對 我覺得這樣子對國家資源的投入 會比較有效率 對 另外一個問題您過去是敘事所 畜牧界的出身 這次的這個 這個不管是豬隻 雞隻 魚 或是這類的這個產業的受損那麼嚴重 您覺得要怎麼做 因為其實很多 我覺得這在短期內 甚至有些 你不要講 我們每次都舉龍膽石斑 不要講龍膽石斑 那麼高價的魚類 就是以一般 或是一般的這個 我們覺得我們的畜牧業 或是我們的這個魚業 事實上養殖魚業 事實上都要相當久的時間才能復原 你的評估是怎麼樣子做 這個對產業的衝擊 以及對這個消費者的這個部分 您要怎麼做 報告官員 基本上 農業產業 台灣的條件跟整個 氣候變遷這個情勢 我們是覺得 朝 精緻農業的方向去走是對的 所以 設施農業 應該將來會是台灣的 對啦 現在農業水 你會藉著這個機會 鼓勵他們離農呢 還是說 比較精緻化 還是說幫忙怎麼樣 讓他們再重現 重新建立這個 沒有錯 如果是 為了歷史的因素 這一次受到重創了之後 我們當然 希望不要平白的做犧牲 調整過來的時候 我們不只要復救 而是藉這個機會 要比較前瞻的做法 太弱留強囉 是不是太弱留強 還是怎麼樣 這樣子講也不好 我們有小規模的這個 比較小農的部分 一定是公公政府的資源來協助 養規模太小了 請他們離開 如果 養規模 但是他品質也好 每個都受損失 我們用政府的力量 比如說用產銷班來結合 這個還是要照顧的 OK 那 農企業的部分 這個未來也是非常重要 由這個部分來配合小農 這個搭配起來 OK 好 謝謝副主委